取一根大概40厘米长的绿色线 像这样绕手一圈 就会有两根重叠的部分 然后再取一小段绿色线 跟重叠的这部分合并在一起 然后用三股的绿色股线来做绕线 像这样弯一下线圈中右 线头冲左 再重叠到三根线的部分开始绕线 就是捏住两边像这样一直往前推 绕线要绷直 绕的时候线跟线不能有交叉 要完全平行 绕到你们觉得可以弯出一个合适大小线圈的长度 将绕线剪断 然后将线头部分从右手边预留的线圈这样穿过来 用手捏住 再去拉左边留下的那根线头 然后将线圈抽进到整段绕线里藏好 然后将多余的绕线剪断烧粘 然后将线圈 将这根后夹上去的辅助线 从整段绕线里抽出去 我用了一支笔来做辅助 这样更容易做成一个线圈 我们把绕线的部分 卡在笔的末端 然后去抽拉两边的线 将这个线圈收小 然后我们用到笔尖的部分 把收小的线圈套进去 笔尖的部分是更小的圆 方法还是一样 卡住以后 去收紧两边的线头 把整个线圈完全收紧以后 就得到一个墨绿色的线圈 然后上下两根线 下面的线绕拨指一圈捏住 上面的线绕食指一圈 从拨指的线圈穿过去 然后捏住 收紧下面这根线 再收紧上面这根线 这样就是一个舌结 我们把两根线头的部分 稍细一些 方便穿住 烧线头靠上一点的位置 烧完以后 这样用手去把它拉出来 就会把线头拉细 再将多余的部分剪掉 另一根也是一样 这样是不烫手的烧线方式 然后穿上一颗红色的马脑珠 或者是猪纱 在合适的位置固定住 打一个单结 将柱子固定 再将多余的线头 剪断烧粘 另一根线头 也是同样的方法 穿一颗珠子 这样就形成一个樱桃的形状 上个视频 我们把樱桃吊坠做好了 这个吊坠穿一个耳沟 也可以作为耳饰 接下来我们做主绳 取四根80厘米长的墨绿色线 开头预留18厘米 然后最下面一根线 让拇指一圈 最上面一根线 让食指一圈 穿过拇指的线圈 捏住 然后抽紧下面一根线 再抽紧上面这根线 这样就是一个包心舌结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再打一个包心舌结 然后把舌结短的一边固定住 长的四根线来边四股变 一二三四四根线 第一根线从上方 跟第三根线你一圈 回到左手边 收紧 然后第四根线从上方 跟第二根线你一圈 回到右手边 收紧 再重复 第一根线从上方 跟第三根线你一圈 回到左手边 回到左手边 第四根线从上方 跟第二根线你一圈 回到右手边 就这样一直重复这个步骤 边四股变 边四股变的长度 就是绕自己手腕一圈的长度 变好以后 尾部还是四根线 我们来打两组包心舌结 方法跟开头是一样的 这里就快进了 包心舌结 打好以后 保留中间的两根线 将外侧的两根线 简短烧粘 另一侧也是同样的做法 然后我们将主绳 穿进吊坠里 将吊坠挂好 然后将手绳这样绕手一圈 四根线 重叠在中间 然后将它固定住 再重叠在重叠的四根线头上 再取一根短的墨绿色线 来打双向平结 打两到三组就可以了 然后将冬余的线头 简单烧粘 然后取其中一个线头 像这样绕一个线圈 然后将线头 从后往前穿 包住 上面的边 收紧调整 再从后往前穿 包住 下面的边 还是 从后往前穿 包住 上面的边 收紧调整 再从后往前穿 包住 下面的边 就一直 重复 这个步骤 变到你认为 合适的大小 然后将编好的部分 整体往前去推 推到底部 再将多余的线头 简单烧粘 这样就是一个简易的凤尾结 其他三个线头 也是同样的做法 这样一款小樱桃手 是